哈喽哈喽 今天是2022年11月6号 现在日本时间晚上11点34分 国内是9点34分 今天开始了这个江泽民的追悼会 这个追悼会上午中国时间10点开始吧 日本时间11点 看了一下 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内容 就是大家一起默哀 然后奏博歌 然后主要是习近平给这个江泽民盖棺定论 然后讲话讲了好长时间 好像又开了一遍二十大 然后又是全体默哀 然后奏了一遍国际歌就结束了 相比这个我觉得昨天遗体告别比较有意思 看那些老同志们一个个的啊 我昨天刚发现这个温家宝也出现了 戴个口罩 头发苍白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那是温家宝 后来仔细看还有 还有曾庆红也一瘸一拐的 都传说这是个人才呀 什么很有这个能力呀之类的 但是一瘸一拐的呀 老头王青山也瘦呼呼的 我觉得等有时间吧 昨天这个遗体告别在现场 也不叫现场了 回放解说一下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这些老同志们的状态什么的 但今天追悼会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今天这个胡锦涛呀 好像曾庆红 不是好像贾靖琳什么的 都没有参加老同志们 尤其胡锦涛的身体那样 我觉得昨天他是真撑着啊 状态非常好 没有出什么差子 今天我觉得就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 中国共产党改革 昨天遗体告别 今天这个追悼会讲话 否则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些老家伙们 也不容易 听那个讲话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 老家伙们七老八时的 站呢 站一个小时 然后后面一大帮 真是够累的 日语教 可敲 顺遂讲话 就是说校长先生一般 那个做老操的时候 在前面讲话 讲了好长时间 我觉得央视记者 不知道是无意还是有意 一上来还拍了一个 王冶平的特写 然后王冶平 就是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并不是我自己说 就很明显的不耐烦的那个样子 好像都烦透了 坐在那里 心想给我们招来要听讲话 然后央视记者就把镜头挪开了 我觉得大家看回放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今天的这个道词啊 也比较有意思 这个盖棺定论的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解读一下 先说他这个今天追悼会的 这个主持人是蔡奇 很奇怪 怎么是蔡奇呢 为什么不是李克强 很奇怪 而且今天的这个战备 就是一上来 当然央视先给习近平的镜头 所以我就奇怪 为什么不像昨天拍拍 那个拍一下习近平的左右 都站着谁 好像今天习近平 他是自己站在前面一排 后面跟着就也不是常委了 那我想他是应该准备讲话 那么今天的站位 可能也和在党内位置什么的 没有什么关系吧 也许吧 因为很多人就没有出席嘛 然后就胡春华同学 还有在那哭的死气活来 我觉得他有没有哭出声上 传说他是哭这个时代 但是人家说他没有经验 如果有经验 不应该痛哭 应该是老习 看见你们这么纪念这个江泽民 然后这么痛哭 应该是不太高兴的 尽管昨天他和江明恒拥抱什么的 然后就是先默哀默哀毕 然后一起就是说奏唱这个国歌 然后就是习近平至到辞了 然后他一上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首东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极其沉重的悼念敬爱的江泽民同志 然后此时此刻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以前认过这个词嘛 除了毛泽东那个诗词里面 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 企业单位乡村学校部队 街道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 我国驻外使馆 及驻外机构人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同胞海外乔胞 也通过每一道申请免 来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 和崇高风范寄托我们的爱思 这个的确比如说大阪领事馆 也设置了灵堂了 然后香港那边也有这个镜头出来 他们也在那儿默哀 都一起看这个 当然据说很多党政机关就放假了 就是说习近平应该是也不太喜欢 大家过于纪念江泽民 这一笔 他也不愿意找事应该是 然后就说全国各族人民被失去了江泽民同志 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感到无限悲痛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当时听就是在这里他没有说 他是什么共产主义战士 当然他在下面一段他具体的描述了 他说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 世界各国人民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有人 也表示深切哀悼 那么下面一段就是对他的这个总结了 我们可以仔细听一听 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这个前面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个很多老同志去世都是用这个词 后面这个党的第三代 装领导核心三个代表重要创立者 但据说这个三个代表给他推的非常非常高 但是没有详细的解释 就什么都往里面装 就还是受到了党内的势力的这个抵制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了 然后说我们爱戴江泽民同志 怀念江泽民同志 是因为他把毕生 这个就不用详细了 大家自己看 因为我们这个一边看一边解读 那么下面他这个邢平又讲这个江泽民的生平 也就是说 说他从青少年起就追求真理 记忆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 江苏省扬州市人 1926年8月出生在爱国之分子家庭 那么整整也过了这个生日了 所以是9月份还是10月份 看二十大之前 爆出了他的这个生日照片 但是现在回想一下 那个照片应该是批的吧 因为他如果11月13、4号就确定死亡的话 他那时候状态已经很不好了 应该是放出这个照片 就为了吓唬习近平吧 还可以影响这个二十大人事安排 我估计他在上海就是不太希望习近平他们知道他具体的这个身体状况 这个习近平也不好专门飞到上海 看看老江的身体怎么样 还有几口气 看看你要不行了 我这个二十大人事就不听你的了 也不能做这么明显 那么他如果在北京301呢 那我觉得习近平就理所当然的 这个我去看看老同志二十大之前去看看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觉得江泽民是不是不愿意在北京在上海呀 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 那么就讲他这个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启蒙 然后1943年他加入了这个地下党组织爱国进步学生运动 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把毕生经历献给了党和人民 那么这个江泽民在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小帅哥 然后很新潮啊 那个时候共产主义的确是就是大多数就像现在搞IT 搞WAVE3一样 当时应该是知识分子新潮年轻人非常推崇的 你想他1926年那么出生1943年的话 也就是说他17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的爱国进步学生运动 那么20岁的时候加入共产党 绝对是一个当时按现在来说玩WAVE3 这个弄潮弄潮儿啊 绝对是弄潮儿 那么又讲新中国成立之后 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客人单位国家部委工作 每个岗位他都尽职尽责 艰苦努力把火热年华 他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做了开拓行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其实这个老江啊他又不是八九这个很偶然的当成这个国家领导 他的经历有点像宋平 宋平也是早年 比江泽民更老了 他宋平105岁是06岁啊 那么比江泽民大约大十岁 那么就是1916年出生了 宋平也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高材生的 也是很早加入共产党 只不过人家就是很低调也没有到哪争权夺势的 然后平平安的这样 我觉得要是没有八九 江泽民应该就和宋平一样 也比较平安吧这样的 然后就讲八五年以后 江泽民任这个上海市市长 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 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 那么他这会儿应该和这个我们天津那个李瑞环 应该差不多 当然李瑞环比他 李瑞环比他小吧应该 我们八十年代天津的市长也是李瑞环 李瑞环那时候很好啊 给天津搞建设 天津在八十年代就搞忍乱入金工程 然后中环线外环线建设 那时候我们是小记者 还去外环线采访什么的 挺有意思的 然后其实中国最早的这个经济开发 其实天津那个现在叫 滨海开发区 当时叫天津开发区 那个应该比普通开发区更早 在八十年代就有了 那么邓小平到这个天津开发区去说这个 开发天津开发区大有希望吗 其字 那么天津最早的外资企业是日本的这个独资企业 天美汽车配建公司吗 他是在日本的史奇总业 那么他1988年就在天津成立了 应该我觉得天津搞建设 搞引进外资应该比上海要早 只不过后劲没有上海这么强 其实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 天津的外资还真是非常丰富 比如说摩托拉拉 然后康树方便面全都在天津 那时候打下了基础 只不过后劲什么搞金融 搞这个金融特区 我记得在九十年代 九二九三的时候就提过 但是那时候我记得南开大学的教授说 这个天津不可能能建成这个经济特区 还没想到真是如此 那个时候当然那时候也没有想到 中国进步这么快 我觉得普通开发区那是后来吧 也许我知识不足啊 这个如果大家更详细的话 可以告诉我 反正天津开发区是很早的 那么他这个 当然江泽民那时候也在上海 搞这个国际化 枢纽化 现代化 世界一流 新市区什么的 这么来说 其实八十年代 中国主要都市的这些市长 水平还可以 江泽民上海市长 市委副书记 天宁李日桓 李日桓虽然也有 虽然我觉得他是梦想没有什么学历 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悟性吧 也比较开明 那么八九天门事件以后 他的处理也比较开明吧 应该是 有的时候也不在这个学历 在于悟性啊 就是我李日桓 我觉得他绝对是有悟性的 当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 如果大家还知道什么内幕啊 知道什么的 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 那么这个就特 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所以十二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那么特别指出 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江泽民同志坚决荣护和执行 党中央关于旗帜 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地的正确决策 仅仅依靠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的 一般来说 现在不太提这个8964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还特意提出来了 那么是不是就是说 他由于表现的好 所以这个很幸运 当了这个第三代领导人了 那么后面就很多了 然后一讲1989年6月 然后紧接着他就说了 先说了这个89动乱 然后说1989年6月 他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年11月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 决定他为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中央集体领导 所以我觉得他前面铺垫呢 就是要引出江泽民 是怎么当上这个总书记的 是不是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啊 然后呢 江泽民同志担任这个 党和国军队主要领导 职务之际 我国面临内外压力 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 然后江泽民表示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我一定精工尽碎 死而后已 那么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 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 我国受主意面临空前的困难和压力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有制裁吗 我不太清楚了 那么他提出这个制裁是不是也是给这个 大家以信心的 我觉得与其国际制裁 有有有 那就是因为8964那个事情以后 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制裁 的确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8964之后 率先和中国就说又做生意的是日本 还有那个日本松下公司 是非常这个和中国共产党搞好关系 8964的时候 我看过他们这个公司内部文书 就是8964他们也没有撤离中国呀 那个时候说要为中国人民建什么 显现馆电视是什么的 那时候北京 北京这个松下 现在叫Panasonic公司的那个老总清末 清末现在虽然已退休了 在日本大阪这个绝对是 就是说和中国搞好关系的这个 叫中日友好人士 中国人的老朋友中日友好人士 那么他又讲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紧密全国各党人民什么深入开展 这就套话了 反正就说江泽民非常努力 在那个时候 那么呢又讲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当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 国际形势风云变换 然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 波澜壮阔在国际十分复杂的情况下 带领党和高级什么马克思主义 毛东思想到凭理论伟大 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什么什么的 深入这个改革开放啊 文化体制啊什么什么的 强调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汇集十亿人口的这个小康水平 然后他说他强调财大才能弃粗 落后就要挨打 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这个的确是 这个他说的这个话在这个江泽民文选里 可以选出来 财大才能弃粗 落后就要挨打 然后还说闷声发大财 这个是江泽民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非常带有这个江南的南方这个小资产阶级 不能人家是伟大的共产党主义 暂时不能奢小资产阶级 就非常有这个我这个南方的朋友这不高兴可能 非常有江泽的这个啊这个小小男生的这种这种气质 我觉得讲这个话 那么其实啊那个时候八九以后他一开始也是迈不开手脚的 也是要讲党内谁贪污谁交出来退党啊什么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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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么大的势力吗 也是有点见风使舵了 对吧 有一点吧 这种感觉 然后又说什么 引进来走出去 相结合 开放什么促进 促发展领导 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这个加入世贸组织 这个还真是将当民衷击 包括无疑 那一代这个 非常 大的一个功绩吧 包括香港澳门 顺利回归 这个九二共识 这个都可以算他们功劳 要说到这个 WTO加盟的话 无疑的功劳也很多 那么无疑还真是完全退了 那你看现在大小活动 人家无疑完全不出来 要按说老同志的话 应该出来 但是中肌是身体不好了 哎呀这么想 也挺悲壮的 这个 其实他们那一代是最努力的 江文明他们家是发财了 这个中肌现在 不知道是身体不好呢 还是不愿意掺和 就不出来了 根本就党代会也不出来了 无疑也根本就不出来 按说按老同志的待遇 无疑也是可以出来的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不愿意掺和了 就有点这意思吧 是不是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 应该这个想念 无疑阿姨啊 这个 他才是中国铁娘子了 这个去谈判了什么的 人家退了 真的就是退了 完全 我觉得现在孙春兰什么的 比他差远了 从那个水平啊 心胸啊 各种差远了 差太远了 我想无疑啊 中肌啊 这些毕竟是从民国 那个时候受了教育啊 各种水平还是有的 啊 那么这个盖棺定论的 这个到此 本台读 我反而就那一套话吧 这个我们要讲一些关键词啊 看什么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东西 然后呢 江泽民同志 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 发展趋势战略方针 啊 这里他强调 这些年集中精力抓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 就是我军能否打得赢 不变质 啊 就是说不动摇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不对要做到政治和合 军事什么 我觉得 这个特别提出这些话 也是为了以后 这个台海战争 打台湾 做出这个舆论的准备吧 他强调这个肯定是说 民间不是说老江还想 把这个军队变成 这个国家的军队吗 他可能说 没有那事啊 你看这个江泽民自己亲口强调 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什么的 他肯定要说 啊 这个军队为党服务可不是我定下来的 是老江啊 老传统啊 这个 我想他是要强调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打台湾 做下舆论基础吧 我认为 这是我个人的解读 那后面套话了 讲他这个三个代表啊 进一步回答的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创造性的回答的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这个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到零理论 所以人家就是说这个三个代表给的地位很高 但是随便解读 我觉得三个代表说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了吗 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吗 这个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么又说党十三届四中选会十三年以后 这个江明同志我们从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 安全的国际突发 事件保证改革开放破浪进行 然后重视党和人民的重大战略问题 这挺有意思的 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 他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 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领导新老交替 党中央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请求 2004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 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发展的深谋远律 我觉得这个有点名捧暗财的嘛 特意特意要 其实这段你可以简略说嘛 他就是主动提出不再担任这个中央领导职务 那么他要特意的提出来 2004年等于过了两年 他才提出辞去他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 也就是说明他还是暗自在掌握着这个权力 当然他这个权力 其实据说江泽民幕后的权力 到2017年还是有的了 我觉得这个老习还是有自信的 人家讲这一段也不怕这个大家会联想到他怎么样 当然我相信他连任也有时代的一个这个进程吧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怨哪个人哪个人呢 也许老江要放好心情前他也想连任 对不对到这个时候了 然后呢又讲这个这个江泽民退休以后 2006年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伟大这个成就 这也是我觉得有点叫什么名捧暗财吧 就是说你看他退休了 2004年才交出中央军委的这个权力 2006年就搞他的江泽民文选 活着给自己搞文选 那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 我活着时候在位时候就写我的思想啊 江泽民也是退休活着给自己编文选了 哎我觉得是这有点这个意思吧 是我个人的解读 真的吗 江泽民同志后面都是套话的 总是几个江泽民同志呢 总是什么检验工作 这个折纳的 然后一些悼念 然后后面几个带破折号的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后面前面应该是讲一些江泽民的生平什么的 后面你看这个新华社发的通稿也的确有意思 后面这个几大段 三四大段吧 用了破折号 那么我觉得后面这个 后面这三四大段和江泽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借着江泽民来骨骼现在的政权吧 来这个才叫什么谈骨说金呢 就是讲 那比如说第一 后面一段他说 马苏主义是我党 立党立国 新党新国根本指导思想 然后江泽民给我们留下了最可宝贵的财产 就是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经过了长期思考 三个代表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我们13年理论和实践上 不断探索和开阔的结果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个这个什么 然后还有一段就是讲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人民 风雨无阻向前前进的根本保证 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的说 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真诚的希望全党同志 特别是中央各委 同志时时刻刻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时时刻刻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党的国家的希望所在 在新 新征程上 你看我觉得很巧妙 他前面说这个江泽民什么的 然后后面他说 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保持 港口的清醒和坚定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弘扬伟大金党精神 你说 这个话我觉得 这不是老江说的了 这个当然你如果看原文 它是前面的那段话 有引号是 也就是说引寿江泽民 后面这个话 我觉得完全是作者拍马屁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完全就是为了鼓务 现在的这个 政权来说的 那么习近平自己说 是做到两个维护 我觉得还是蛮有自信的 真的我发的内心的说 还是蛮有自信的 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地势 这后面这个话 如果你仔细听 仔细看 就完全借着江泽民 来巩固现在的这个势力吧 然后比如又一个破绽号 说大大部港 十大2001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上强调 80年的实践 其实我们 必须坚定 不移走自己的路 这是总结我们党 历史得出的 最基本的经验 新征程上 我们定要坚持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坚持自信自强 守正创 现在自己选择 道路上 尔首挺 以中国式设 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这个江泽民 伟大复兴 不是江泽民说的吧 所以 后面这几段 完全是 前面先谈点江泽民 然后后面 就把他现在的 这个施政方针 讲到 非常有意思 我反而觉得 当时在悼念 邓好评论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不知道当时悼念 这个毛泽东是什么 怎么样的 油管上也找不到 那时候视频了 反正悼念 这个 这个 道平的时候 江泽民讲话 痛哭灵涕的 还是有的 然后这个人民 又一个破绽号 就说人民是 决定党和国家的 前途命运的 根本力量 什么反复强调 最多大数能力 是最紧要 和最有 决定性的因素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短 必须不断 实践好 维护好 贯彻给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保持始动 从人民 这个大家自己看吧 然后呢 后面又一个破绽号 改革开放 是决定当代 中国前途命运的 关键一招 然后将民同志 强调通过理论创新 推动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 及其他方面创新 什么什么的 这个 永不懈怠 什么的 然后他都是 后面都是 这前面引号 可能是江泽民文学里有的 然后后面 他要把现在 他要说的话 说我们一定要 准确识别 科学应变 主动认变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什么这个 然后后面说 中国的发展 离开世界 世界世界的繁荣 也需要中国 然后讲 江泽民强调 什么什么 做出贡献 你看都非常有意思 他前面讲 江泽民强调 什么市政 历史推动 国家利益 做出贡献 那么后面 他非常巧妙 很丝滑 丝滑的滑到 新增城上 我们一定要坚持 胸怀天下 什么什么的 然后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的 高质量发展 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 这个 那这个一带一路 和江泽民 应该没有关系吧 所以就 非常 我不知道是写的 可能是王沪宁写的吧 为讨好上面 这后面的都 非常丝滑的 然后引到 自己的执政当领 然后最后 这一段才有意思了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 不可战胜的 强大精神 力量江泽民同志强调 他就强调 反而江泽民 那你怎么的 这个 有点关系的话 哪里边就说嘛 然后 要压倒一切的那英 英雄 气概 然后人不能低下 高贵的头 我当然听我一愣 这哪对哪 人 跟哪 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是和国内全会 马云 他们不能低下 高贵的头 还是面对美国 拜登不能低下 高贵的头 我都不知道 这个 写文章的人 是怎么找乐 也不知道找乐 反正我就清楚了 你看最后 才有意思了 新征程上 我们 你看他前面 都是可能是 从这个江泽民文选里 挑点画 然后呢 挑点画 要 就是说 能丝滑的 引入后面 这个 习近平要说的话 这是我的理解 然后你看 这才有意思了 这后面 就是没有引号 他自己说了 新征程上 我们一定要保持 只争朝夕奋发 有为的奋斗姿态和 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斗争精神 掌握历史主动 增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的 稚气 骨气 底气 不信邪 不怕鬼 不怕压 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困难和挑战 我这听手 我都笑死了 谁是鬼啊 谁是邪啊 不怕鬼 不怕压 笑死我了 江泽民会 当然火化了 没火化 从棺材板里 跳出来 是鬼吗 我不知道 这太好意思了 我听了 都笑死了 这个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非常有意思 我比较喜欢 看这个文章之间的逻辑什么的 我觉得很好 那么江泽民同志 我们冗别了 他的英明业绩思想风范 将荣载史册 世代代明刻在人民心中 全党全国 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着力奋发 荣誉前进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江泽民同志 荣轨不朽 所以他讲话就完了 那么太极呢 就主持说 向江泽民同志 三聚工 就冲着那照片 遗体都 前面是不是摆着他骨盔啊 可能 一聚工 再聚工 三聚工 然后奏国际歌 然后就结束了 今天就是这个 追悼会的这个流程了 有时间看看 我倒是挺喜欢看 那个中国的这各种文件 看他各种逻辑 什么的 也蛮有意思的 很多外国留学生到中国 就喜欢看这个毛盖 什么的 上毛盖课 其实 我不是外国人 我是中国人 但是 我觉得其实你用一种 就是从国外的目光 再看这些文章 也挺有意思的 并不是 非常枯燥 而且据说现在在国内 学毛 毛盖的这个研究生啊 什么的 出路就业很好 联发资企业什么的 都要聘请一个毛盖 毕业的这个 这个毕业生啊 高薪聘用了这个 要多学习学习吧 是这样的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 对这个 追悼大会的一个解读 我觉得远远不如 昨天那个遗体火化 好玩啊 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找来看一看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评论点赞并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